大亨山区居民纹蛇色变 住家附近出现外来种的眼镜蛇 大人小孩都害怕 今年又传出台中和平山区 也出现毒蛇踪影 部落居民恐惧害怕 他们把矛头全都指向宗教团体放生 台中市除了去年通过 台中市放生保育自治条例 放生需在15天前提出 今年6月4号通过检举奖励办法 未来民众检举违法放生 可以领到1到3万元奖金 如果没有结果允许即可放生的话 我们都要依法查处2万到4万 那检举人如果检举按成立的话 他可以获得10到30的奖金 对此宗教团体指出 负责任的放生 事前必须做放生环境 物种评估 甚至连动物放生运送过程的舒适度 都要考虑 放生才不会变放死 但是放生就是救急 如果还要等15天 恐怕缓不及急 到达那个放生的地点 做完释放 到放生完以后再去评估 他存活的状态 所以这些我们都会考量 定这些门槛限制 反而就是说 应该以放生要救急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本身已经有做到这么的 晚辈考量的一些单位而言 他反而就受限到很多这些问题 台中市这项新措施 将是全国首例 针对放生行为检举提供奖金的现实 不过检举搜证有相当困难度 但透过限制与奖励制度 希望能够维护宗教团体 放生的信仰 也能兼顾生态平衡 记者王雄来世杰台中报道